很多人都說他們想預防諸褲手 都是有戴手套但都不幸 誰知戴手套越弄越壞 但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很多時候他每次用完手套 最好都是因為他裏面有很多汗 其實都可能會浪乾 或者適當的時候 可能都要換一換手套都會有幫助 因為的確有些人對本身膠手套的膠都會有敏感 如果真的對膠手套敏感 可能用其他特別的質地的手套 或者塑膠 或者用你其他手套去替代 如果他本身不是對裏面的質地為敏感 是裏面的寒水 因為你洗碗洗得久 其實都會出汗很激促 可能要曬乾 或者定時幾天換一換手套 可能浪浪的交叉這樣用 都會減低越用手套 越令到手部濕疹差的機會 至於潤手箱真是很難選擇 因為其實甚麼款式 甚麼地方製造都有 其實消委會都有很多指引 給大家弄好幾顆星星 都可以有時候作為一個很好的參考 但一般來說 我們平均可以新建議它 其實選擇潤褲膏 尤其是你有主腹手 手部濕疹 就著重最重要是它本身的用途 即是最基本已經可以了 千萬不要說有些人要加些香料上去 令你的手比較香 因為香料很大的情況 不單未必暴導濕 反而令到潤手箱更刺激的皮膚 越溶越癢 所以我們通常來說 在成份上作用都是基本最重要 當然另外原來有些人 是對某一些防腐劑會有敏感的 你可以留意本身的潤膚膏 如果它有些power band 或者叫做MIT 其實經常都有說的 的而且確有些人敏感 如果普通人用其實沒事 但如果你本身是有主腹手 手部濕疹 或者本身是皮膚過敏的人 容易一些有機會越溶越紅 越紅就越差 拗到損失了 最後有很多人都想著 我選一隻最好的潤膚膏 我聽別人說 打算用別人的 其實不是的 適合別人未必適合你 亦有很多是懶人 甚麼是懶人呢 就想著我一定買一隻潤膚膏 很黏就保濕功效最大 其實黏與不黏 其實對保濕功效是不成正比的 可以很黏不保濕 可以好睡反而很保濕 視乎裡面的成份 以及它本身的濃度 反而我們經常都建議 我們的病人或者市民 最重要是多塗幾次 因為沒有一隻潤膚膏 可以塗一次已經有功效 一般來說 都是要它多塗幾次才有功效 這樣才是最好的 而最後 塗潤膚膏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題 就是塗潤膚千萬不要一坨塗上去 很多人打算塗一坨 第二天早上就會全部保濕 其實都是大錯特錯 塗完之後 那坨還在 反而你薄薄地塗多幾次 保濕效果是最佳的